两名男子双载在人行道狂窜 后方警车左弯右弯一路不停的追 直接在马路上演老鹰抓小鸡 一路上警笛狂想 原来是警车巡逻途中 眼间发现路口带转隔 两名男子双载停等红灯时 头上光溜溜安全帽竟然放在前方 远警上前准备盘查车都还没停好 骑士就吓得连忙大回转 骑上人行道加速逃离 民众认为违规在线就乖乖受罚 逃离还骑上人行道恐怕会波及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还会让自己的罚则越来越多 事情就发生在11号晚上9点多 远警在高雄新兴区一带巡逻 发现骑士双载还没有戴上安全帽 才刚上前是一停车 受检不料对方 不仅拒检还加速逃离 本来未戴安全帽罚500元 这下子还多了行驶人行道和拒检逃逸 后续恐怕得面临最高 三万两千三百元的罚还 并掉扣驾照六个月 后续远警依据车盘进行举防 未戴安全帽行驶人行道 不符技巧取缔本身向违规 其实广暑假期间 高雄市未戴安全帽遭取缔案件 就高达两千八百一十四件 民众骑车千万别心存侥幸 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TVBS新闻张力霖 卢品浩 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